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其实力已经超过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海军 那么日本海资的88舰队究竟是什么 现在日本海资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日本88舰队在军迷圈子里可谓臭名昭著 最早可追溯到1907年的日本海军军备扩充构想 但无论是1920年的最终88舰队计划 还是1937年的新88舰队计划都没有最终完成 换句话说 旧日本海军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什么88舰队 但是在1986年时 这个日本海军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八艘驱逐舰和八架反潜直升机放在一起 组成了新的88舰队 包括一艘作为旗舰的直升机驱逐舰 两艘防空型驱逐舰和五艘通用驱逐舰 大日本海军的梦想就此实现 但无论用什么样的名字 此时的日本海资仍然只是配合美国海军第七舰队 最行反潜作战的一支功能单一的海上作战力量 88舰队下辖的两艘防空型驱逐舰 无论是骑风级还是太刀风级 都只配备了射程只有46公里的标准一型防空导弹 而且舰上只配备了两部照射雷达 即便不考虑照射雷达盲区等因素 当时的88舰队也只能同时接战四个目标 这样的防空能力 如果没有日本空自暗机航空兵的保护 连四架各携带两枚英机6反舰导弹的老式轰溜D型反舰轰炸机也防不住啊 为此日本海资从1990年5月8日开始 以美国阿里伯克级宙斯顿驱逐舰为蓝本 建造了四艘金刚级驱逐舰 并分别配起四支88舰队 至此日本海资才初步具备了远离岸籍航空兵保护 进行一定强度独立作战的能力 但此时日本海资的战斗力仍然堪忧 其实包括美国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在内的各型宙斯顿战舰 尤其是没有装备标准6防空导弹的型号 其对付宝和攻击的能力被神化了 无论用什么样的相控阵雷达 也无论整个系统有多牛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宙斯顿系统无法违避的 第一是地球曲率 电磁波只能直线传播 因此宙斯顿系统只能发现约40公里处的 掠海飞行高度在50米至100米的目标 这个距离留给系统的反应时间太短了 尤其是在面对诸如中国英机12超音速反舰导弹一类的高速目标时 第二宙斯顿系统用的标准2防空导弹 是半主动雷达制导的 而无论是美国的阿里伯克级 还是日本的金刚级 只有三部AN SPG-62照射雷达 即便我们不考虑电磁兼容性照射雷达的盲区 每部雷达最多也只能引导 四枚标准2防空导弹拦截目标 理论上只能同时对付12枚反舰导弹 而且这个理论上只存在于实验室的理想状态下 因此对付类似日本88舰队这样 只有一艘宙斯顿驱逐舰的舰队 四架挂载英七八三反舰导弹的 国产飞豹战斗轰炸机 就足以撕破其防空圈 当然这是在对方没有战斗机保护的情况下 当然这样的问题不仅日本海自由 同样装备宙斯顿驱逐舰的美国海军也有 但美国光阿里伯克级 宙斯顿驱逐舰就有62艘 个儿头更大的提康德拉加级 宙斯顿巡洋舰还有22艘 每个航母战斗群能分到8艘 而日本即便是加上后来升级的 爱荡级宙斯顿驱逐舰 也不过区区6艘 因此单舰防空能力不足的问题 对美国海军并不是啥大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 美国海军防空的主力 首先是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而舰载预警机 更是克服地球曲率 这已疑难杂政的无二神器 由此可见 即便日本海自装备了4艘直升机母舰 在面对解放军航空反舰火力时 依然毫无省算 尤其是解放军 轰6K 飞豹等新型战机 以及英机12 英机62等新型反舰导弹 开始大规模装备的 现在 感谢军迷粉丝们的支持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每日点兵 终于强势入围 中国军武微信影响力排行榜前三 还没关注我们公号的 诚挚邀请您赏脸灵性了 另外 一直有很多微信公众号冒充我们 庆幸们千万别关注错了 我们正牌的每日点兵 微信头条都是原创视频 而且几乎都是十万家阅读的 88舰队下辖的两艘防空型驱逐舰 无论是骑风级还是太刀风级 都只配备了射程只有46公里的 标准一型防空导弹 而且舰上只配备了两部照射雷达 即便不考虑照射雷达盲区等因素 当时的88舰队也只能同时接战四个目标 这样的防空能力 如果没有日本空自暗机航空兵的保护 连四架各携带两枚英机6反舰导弹的 老式轰溜地形反舰轰炸机也防不住啊 为此日本海资从1990年5月8日开始 以美国阿里伯克级宙斯顿驱逐舰为蓝本 建造了四艘金刚级驱逐舰 并分别配起四支88舰队 至此日本海资才初步具备了 远离岸级航空兵保护 进行一定强度独立作战的能力 但此时日本海资的战斗力仍然堪忧 其实包括美国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在内的 各型宙斯顿战舰 尤其是没有装备标准6防空导弹的信号 其对付宝和攻击的能力被神化了 无论用什么样的相控阵雷达 也无论整个系统有多牛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宙斯顿系统无法违避的 第一是地球曲率 电磁波只能直线传播 因此宙斯顿系统只能发现约40公里处的 略海飞行高度在50米至100米的目标 这个距离留给系统的反应时间太短了 尤其是在面对诸如中国英机12 超音速反舰导弹一类的高速目标时 第二宙斯顿系统用的标准2防空导弹 是半主动雷达制导的 而无论是美国的阿里伯克级 还是日本的金刚级 只有三部AN SPG-62照射雷达 即便我们不考虑电磁兼容性 照射雷达的盲区 每部雷达最多也只能引导 四枚标准2防空导弹拦截目标 理论上只能同时对付12枚反舰导弹 而且这个理论上只存在于 实验室的理想状态下 因此对付类似日本88舰队这样 只有一艘宙斯顿驱逐舰的舰队 四架挂载英机83反舰导弹的 国产飞豹战斗轰炸机 就足以撕破其防空圈 当然这是在对方 没有战斗机保护的情况下 当然这样的问题不仅日本海自由 同样装备宙斯顿驱逐舰的 美国海军也有 但美国光阿里伯克级 宙斯顿驱逐舰就有62艘 个儿头更大的提康德拉加级 宙斯顿巡洋舰还有22艘 每个航母战斗群能分到8艘 而日本即便是加上 后来升级的爱荡级宙斯顿驱逐舰 也不过区区六艘 因此单舰防空能力不足的问题 对美国海军并不是啥大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 美国海军防空的主力 首先是航空母舰的舰载机 而舰载预警机 更是克服地球曲率 至以疑难杂症 最行反潜作战的 一支功能单一的海上作战力量 88舰队下辖的两艘防空型驱逐舰 无论是骑风级还是太刀风级 都只配备了射程只有46公里的 标准一型防空导弹 而且舰上只配备了两部照射雷达 即便不考虑照射雷达盲区等因素 当时的88舰队也只能同时接战四个目标 这样的防空能力 如果没有日本空自暗机航空兵的保护 连四架各携带两枚英机6反舰导弹的 老式轰流D型反舰轰炸机也防不住啊 为此 日本海自从1990年5月8日开始 以美国阿里伯克级宙斯顿驱逐舰为蓝本 建造了四艘金刚级驱逐舰 并分别配起四支88舰队 至此 日本海自才初步具备了远离岸级航空兵保护 进行一定强度独立作战的能力 但此时 日本海自的战斗力仍然堪忧 其实 包括美国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在内的 各型宙斯顿战舰 尤其是没有装备标准6防空导弹的型号 其对付宝和攻击的能力被神化了 无论用什么样的相控阵雷达 也无论整个系统有多牛 这里有两个问题 是宙斯顿系统无法回避的 第一是地球曲率 电磁波只能直线传播 因此 宙斯顿系统只能发现约40公里处的 略海飞行高度在50米至100米的目标 这个距离留给系统的反应时间太短了 尤其是在面对诸如中国英机12超音速反舰导弹一类的高速目标时 第二宙斯顿系统用的标准2防空导弹是半主动雷达制导的 而无论是美国的阿里伯克级还是日本的金刚级 只有三部AN SPG-62照射雷达 即便我们不考虑电磁兼容性照射雷达的盲区 美部雷达最多也只能引导四枚标准2防空导弹拦截目标 理论上只能同时对付12枚反舰导弹 而且这个理论上只存在于实验室的理想状态下 因此 对付类似日本88舰队这样 只有一艘宙斯顿驱逐舰的舰队 四架挂载英机83反舰导弹的国产飞报战斗轰炸机 就足以撕破其防空圈 当然这是在对方没有战斗机保护的情况下 当然这样的问题不仅日本海自由 同样装备宙斯顿驱逐舰的美国海军也有 但美国光阿里伯克级宙斯顿驱逐舰就有62艘 个儿头更大的提康多拉加级宙斯顿巡洋舰还有22艘 每个航母战斗群能分到8艘 而日本即便是加上后来升级的爱荡级宙斯顿驱逐舰 也不过区区六艘 因此单舰防空能力不足的问题 对美国海军并不是啥大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 美国海军防空的主力 首先是航空母舰的舰载机